本集由全台貓腳印店家香港PREXCOP 以及馬來西亞蓋牙卡店的贊助播出 快點養我來囉 哈囉大家好我是芒果 今天我們來介紹一副擴充的排行 那在講之前呢 芒果有拍過一部索羅雅克加蛋蛋的直播 打直播連賽24票連賽 那因為那一部影片 觀眾回想蠻熱烈的 所以芒果今天再來拍另外一部 這個索羅雅克的 算是攻擊兼針對性的控制牌 也不算控制啦 算是非常非常針對的系列 那這副的話 因為之前那一部時空環被ban掉之後 就沒有這麼強勢嘛 時空環可以就是說 你一開始丟掉什麼東西的話 你之後都能拿回來 那因為被ban掉了 官方覺得太恐怖太誇張 太強大了 所以現在來介紹另外一部 也是之前美國比賽 也是名字非常非常好的一個牌組 那這副叫做我們簡稱就是 針對型的索羅控制牌 好那我們就開始介紹吧 來百變怪進化成任何一階沒有問題 那基本上來講都是進化成我們索亞克 那比較特殊的情況就是 必須要進化成我們的臭臭泥啦 好 阿羅拉做手尼 SM1的 那再來就是我們雪冥 雪冥放滿四張 他的特性是 你從手牌下到後牌的時候 可以把手牌補滿六張 那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 綠牌的一個手段 來接著索亞克 索亞克特性丟一張手牌 從牌組上面抽兩張牌 那就是一個綠牌的手段 第一招打20 看自己場上的寶可夢數量 那如果說我場上有8隻 8隻就可以打160滴 那基本上的話 索亞克這副牌的話 後場幾乎都會放滿 那所以說總共可以打到180滴 加個頭巾210滴 也是相當相當的痛啊 好 那他的GX的話 應該用不太到就不講了 那來 胡蘇素 胡蘇素當他在場上的時候 對手 對手的後排只能下四隻寶可夢 嗯 好那這個也是非常非常 針對索亞克的牌型 那對方放的話怎麼辦呢 我們也只能放四隻 放四隻的話 我們代表說我們的索亞克 只能打100滴 那等一下芒果跟你們講 怎麼樣針 怎麼樣克制這個情況 來蛋蛋 蛋蛋有什麼功用呢 他在墓地的時候 可以直接把他撿回來 撿回來到手上 無限次使用 只要他在墓地 就能使用他的特性 撿回來之後呢 我們索亞克就可以開特性 丟掉膽丹 再抽兩張牌 所以這個膽丹呢 你一回合可以用四次 有沒有發現 因為我們索亞克如果做四次的話 可以全部把他撿回來再丟掉 哇太猛啦 接著就是我們的瑪夏朵 瑪夏朵不用講 就是下到後排的時候 直接齁 雙方手排洗回去 重新抽四張 那接點點放一張 來 阿羅拉索索尼 阿羅拉索索尼 除了針對一些 基本寶可夢的特殊能力以外 接著就是針對什麼東西 針對胡說數 哎呦 為什麼要針對胡說數呢 來你看 對方如果齁 對方如果 他的胡說數 胡說數被擋 他下到後排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只能放四隻 只能放四隻索亞克 後排只能放四隻 所以說 他放下來的話 我們如果放了 呃索索尼的話 就可以阻擋他的特性了 阻擋特性掉的話 代表說我們的後排 又可以放到八隻了 嗯 好 那所以說 你在掃掃尼進化之前呢 你必須要把一些 呃 該做的事情 把它做好做滿 例如我們的蛋蛋 必須要先回首啦 這個沒有問題 接著就是我們的這個 餐出王 餐出王第一招打30滴 對手不能從手排下道具卡出來 那瘋道具的話 就是讓對手說 嗯 沒有東西可以使用 那我們就3030打 也沒有關係 反正對手絕對都沒有事情做 那這個餐出王的話呢 如果你在後手能打到的話 那當然是非常非常的賺啦 來 壓縮器放一張 要丟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丟蛋蛋第一張 第二張就丟人物 看你缺什麼人物就丟吧 好不好 那再來的話 看一下 嗯 電腦通信 丟兩張手牌 從牌組隨便拿一張到手上 那這個隨便拿一張的話呢 就看情況哪啦 來看這個 這個的話也是拿小索羅 不然就單單 就是看情況使用啦 因為這個是芒果也說不準 來這個比較酷 看一下 呃 隨機選擇對手一張手牌丟到目的 那為什麼放這張 這張不是亂開的 各位 這張不是亂開的 好不好 我等一下跟你們講說 為什麼放這張 來看一下這個 寶可夢交換 這個字 SM9也有出了這張卡 從 手牌一張寶可夢洗回去牌組之後 從牌組拿另外一隻寶可夢到手上 那也是看情況使用 看拿什麼 再說 接著來 呃 這個 紅牌的話 就是對方手牌全部洗回去 重新抽出4張牌 那為什麼放這張呢 這張呢 等一下跟你們講 來單價兩張 單價兩張 就是為了說可能我們 嗯 丟太 一開始丟太大嘛 或者是說已經被壓了 被壓掉我們的這個 胡說數被壓了 那我們可能會丟很多嘛 那你至少要在第二回合 應該說下回合 你要把後排鋪滿之後 再繼續反殺回去的話 就可能需要用到單價 所以單價我們放兩張是應該是夠用了 來 這個特殊能量回收就是回收我們的雙5 那這個來信箱 信箱翻牌組上面4張牌 那你可以選擇 呃 道具 人物 以及 呃 場地卡加到手上 那剩下的洗回去 那也是一個壓牌 綠牌的手段 高級球4張沒有問題 來 SEEKER SEEKER是擴充才有的東西 呃 直接從墓地撿一個人物卡 回到手上 就這麼簡單 那這個場地卡 雙方的後排都可以放8張寶可夢 8張 變成8張 那場地被壓掉的話呢 就回到5張啦 沒有問題 那接著就是這個 本禮子博士 自己的手牌全部洗回去 重新抽出雙方後排寶可夢數量的手牌 對方8張 我也8張 我就可以抽16張 OK 那竹籃的話不用講吧 就是手牌洗回去重新抽6張 來看一下這個邪惡大姐 來 終於講到我們的重點了 非常非常重要的重點了 這是什麼東西呢 當你有場地的時候 你可以使用這張卡 丟掉場地 然後對手選擇 自己選擇3張手牌丟掉 為什麼要做呢 來各位 來看一下我們的COMBO COMBO就是我們的紅牌 先開下去之後 對方剩下4張手牌 4張手牌之後呢 我們直接開大姐 開大姐之後呢 對方丟3張 手牌剩1張 手牌剩1張呢 我們直接開這個 有沒有看到 這個紅牌 對方就手牌直接丟掉 哇 手牌直接歸零 呃 然後我們的殘除 如果再打下去的話 對方下回抽到任何道具卡 都不能使用直接大爆炸 有沒有發現 哇 這COMBO太酷了 好不好 所以很 當初比賽的話 那個選手有說 如果第一回合有完成這個COMBO的話 基本上對面就直接大爆炸 完全沒有辦法跟你打 完全沒有辦法跟你打 太酷了 好 骨子馬一張媽媽一張媽媽 為什麼拿媽媽呢 因為我們可以拿什麼東西回來 拿這個大姐嘛 就是我們可以殘除 一直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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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拿場地 場地加大姐 我們可以再循環這個COMBO 你再繼續丟3張手牌吧 等3張丟3張 再3張 再丟3張 你絕對沒有事情可以做 直接被我打到死 有沒有發現 哇 這COMBO太恐怖了 好 那 石頭2張 頭巾2張 這個雙無4張 沒有問題 那這部牌 我講了很久 因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複雜啦 好吧 馬上來試試看就知道了 那這次的獎勵是固拉多 原始固拉多 那你們想要就拿吧 我覺得應該也沒什麼 沒什麼好拿的 我覺得 來擴充 擴充的話算是 走的蛋蛋對不對 來 看一下對手是誰吧 擴充現在不知道有沒有在玩 要等一下下吧 好 擴充的牌型的話 我其實跟你講 拆都拆不完啦 所以不用拆了啦 不看起來像索羅月朗 看起來而已啦 好 先手 OK 嗯 這手牌有點尷尬喔 好 索羅也是索羅系列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先這樣 索羅系列的話 那基本上來講 他都 哎呦 想一下喔 這可以拿 先拿出來 我們拿 我們先拿 我想一下要拿什麼東西比較好 膽膽可以拿啦 索羅其實也可以拿 我們先拿膽膽 因為這樣有助於我們後面的 後面的進攻 來 天空是不是 紅牌是不是 我想一下喔 紅牌喔 紅牌好像不錯耶 我想一下喔 紅牌 竹籃 竹籃我覺得先不要拿 竹籃先不要拿 絕對不要拿 那丟什麼東西呢 基本上來先丟場地 因為對方一定會幫我下 對方是索羅牌型的話 一定一定會幫我下 來這時候我們拿雪咪 來開始綠牌 這個先貼沒關係 因為對方絕對打不掉我 他如果要撤退用點點殺我 我也認了啦 好不好 嗯 百變怪 OK 然後這個時候全下了 來 竹籃 喔 水喔 我想一下喔 等一下 我想一下喔 這個可以先下 然後這個先洗回去 紅牌先用掉沒關係 反正對手只要剩四張手牌 他就爆炸 他就一定大爆炸 手牌太爛了啦 哎呦 他手牌直接大爆炸 他直接投降了 OK 我們再下一場 有沒有發現 其實我跟你講擴充的環境 非常非常非常的複雜 太複雜了 我跟你講講不完啦 好不好 只能靠經驗的 你要入坑 擴充的話 反正我建議你 還是不要吧 草根操 好看一下吧 你草根操為什麼是火屑硬幣啊 好也是先手 吼 噢 這手牌 這手牌 呃 Shit 怎麼辦 這手牌爆炸了耶 這手牌大爆炸耶 欸怎麼辦怎麼辦 救命救命救命 神湊一下 哎呦呦呦呦 神湊一下神湊 我想一下想一下想一下 想一下怎麼做 虎虎喔 虎虎 OK虎虎不怕 因為我們有那個 我幹 噢 噢 完 完蛋了 覺得大爆炸 好先這樣子吧 哇靠 這手 這個大爆炸手牌耶 我們有那個 臭臭你 所以不怕 不怕他 好 給你中毒沒關係 因為我們隨時想 一張卡就能救回來了 好 OK可以 救回來了 那救回來的話 我想一下怎麼做比較好 好沒事吧 先這樣子吧 其實我可以打 我可以打 我可以打掉了啦 我可以 我可以打啦 下一回再打好了 因為我怕沒東西用 我很怕沒東西用 好超級的水 那等一下我們等離子就可以用了 一步喔 什麼東西啊 操 各位你們不要硬要 第一回合 直接完成那個 那個combo 你們知道嗎 什麼combo 你知道嗎 就是一定要 呃 場地啦 大姐啦 然後 紅牌 大姐 再加另外一個紅牌 吼 這什麼 這什麼牌組啊 太陽加虎虎 嗯 我跟你講 擴充牌型太複雜了 所以 它是什麼的話 無所謂啦 哇 你這打掉喔 厲害 好 高招高招 又有紅牌喔 想一下喔 紅牌不能再丟了 紅牌不能再丟了 來 這種時候 來直接那個了 不然沒辦法 只能用這個了 就回來 來開始綠吧 來趕快把那個什麼 越多東西做出來越好 後排基本怪 哇 尷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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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尷尬 這下真的尷尬了 哇 我這手牌 大爆炸 欸 尷尬 尷尬 紅牌不要再丟了 不能再丟了 因為等一下我要做combo 哇 抽兩張好尷尬喔 來到雪咪吧 沒有雪咪 好 喔 那等一下應該會被混亂吧 我在猜的 應該會啦 哇 太尷尬了 真的太尷尬了 毒槍 恩 完蛋了 這場 這場有點難打 因為芒果起手 太爛了 爛到個極致 爛到個 無可救藥的地步 好 賭場地 球大了 雙五喔 我想一下喔 來張怪物吧 有了 有怪物太好了 好來 我們準備來 那個了 好不好 好 想一下怎麼做比較好 好 雪咪 一樣 雪咪先下 沒關係 雪咪要先下 哎呦 想一下喔 壓縮器先壓 沒有怪物 是不是 一 二 三 好 先這樣子 然後 我想一下怎麼換喔 要換東西對不對 恩 我想一下 一樣換雪咪 一樣還是得換雪咪啦 先拿個東西出來換好了 這時候拿什麼 好像沒什麼差 對不對 因為我們是要換 我們是要換怪物 我們換雪咪 繼續綠牌 來 換進去 拿雪咪 好 先貼 雪咪繼續 恩 想想看喔 有竹籃是不是 好 再抓一隻出來 那兩張都要先留著 一定要先留著 來 竹籃 那麼 鎖的要先撤退 不過等一下應該會被開GX打掉 我在猜的 應該會被開GX打掉 那被開GX打掉的話呢 恩 我覺得還是得 還是得做 還是得做這件事情啦 我覺得 不然太危險了 那下回合我們有可能會完成 我們的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反打的 反打的情況 我想一下怎麼做比較好 因為我沒有撤退10啊 尷尬 還是要直接打 我想一下喔 30 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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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哇這樣不行 我會被雙殺 不行 一定要撤退 好 先這樣子吧 來 來 派他先上去 好 先這樣子吧 那下回合我們的combo 也許 也許 也許可以 可以玩得起來 也許啦 因為我不確定 我有沒有 可以拿到天空 天空其實也可以啦 沒什麼關係 那我們的百變怪 一定要先留住 百變怪 跟那個 要先留住 好 跟你中 欸 喔 好 抽5張 沒關係 等一下他手牌 有可能變0張 有可能而已啦 那他現在應該要開GX吧 我在猜的 應該要開GX 好GX沒錯 先打掉索亞克 那剩下的應該會放在小索羅賈克身上 這手牌一開始太爛了啦 爛到個極致 沒關係啦 不過我覺得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會輸啦 我覺得還好 沒有那麼嚴重 我覺得可以試看看 給小索羅吧 應該是吧 喔 雪咪是不是 OK 好 拿兩張獎勵 我爹爹剛沒上去 可惜 唉 爹爹應該要上去的 有沒有撤隊10 好想拿撤隊10喔 古姿馬 撤隊10有耶 要拚撤隊10好拚喔 我覺得拚不帶到耶 來吧 先這樣子吧 來吧 先這樣子吧 來我們combo來了 combo來了 注意看一下 combo來了 來斜二大姐 來丟三張 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可能要拚拚那個場地 或者是撤隊10喔 撤隊10可能比較好一點 場地也不是不行啦 來選三張丟掉 好之後再丟一次 來再丟再丟 好大槌子丟 yes 洗回去啦說錯了 我講錯他的效果嗎 好吧就這樣子吧 我想一下喔 好啦 就堵囉 我應該先 我應該高級球先丟的 沒有 沒拼到是不是 好先這樣子吧 那太整打我啊 喔原來效果 剛剛講錯是不是 不是丟掉喔 選擇那張 你看 洗回去是不是 看他手牌是不是 展示他的手牌 然後把他洗回去 重新抽一張 那抽一張 有可能會讓他大爆炸對不對 喔 等一下 想一下喔 好 判雪咪 好直接 中毒喔 好這個時候 我們要趕快來做 哎呀 鼓芝麻太好了 好先鼓芝麻 好來 哎這個回來 貼 丟 丟 丟雙母沒關係 來拿索雅克 好進化 然後再拿回來 我們的那個 蛋蛋 丟 抽二看有沒有那個 那叫什麼 天空 沒有天空喔 尷尬 好先打了一百 來殺掉 好兩張換你 喔我的天空趕快出來喔 天空喔 天空死哪去啦 大哥 還有三張天空 怎麼出不來啊 有天空的話 我也許我可以殺掉他 好 貼給後排喔 好毒槍 那等一下我們來做這策隊動作好了 應該可以吧 哇 嗯好有型喔 有型我也不能打他對不對 哎呦 我天空到底死哪去了啊 救命喔 我天空啊 不要鬧了好不好 我想一下喔 一二 好那還在 那我覺得我現在直接來做 綠牌的動作好了 來等一隻博士 來天空天空 欸不要鬧啦 好 SICK 好 再拿一張 唉呦糟糕 我天空死哪去了啊 不要鬧啦 丟 我天空死哪去了啊 我天空死哪去了啊 喔 別鬧啦 煩死了 欸沒道理啊 好 繼續中毒嗎 咳 來來來來來 天空天空繼續啊 哎呦 天空死哪去 不要玩了 不要玩我了 大哥 喔 終於來了 然後我必須要抓那個出來 吼 我的那個 什麼東西 來那個 丟這個 和什麼想像 好 丟這個 丟這個 這個應該控制 應該碰不到了 碰不到了 就不要了 丟掉吧 好啦 我的那個 百變怪 終於要出來了 好 然後沒事了對不對 好吧 先這樣子吧 這隻送他了 想一下哦 好 好 先這樣子吧 雪咪 好 雪咪上 雪咪上 我想一下雪咪 雪咪 雪咪 我是不是还有一张石头啊 还有一张 还有一张石头的话 那我派雪咪吗 好尴尬 我想一下哦 好 雪咪上 你有东西用吗 好 直接读 小索罗 进化 然后现在必须要弄一个能量 来 胆胆先回来 好 特性 嘿呀 我的能量死哪去了 好 再特性一次 有了 来 洗回去 那这种时候呢 来 我看一下怎么做比较好哦 丢这个 来 一二 好 丢两张不拿 直接拿能量出来 很复杂哦 这一局超复杂的 好 洗回单架洗回去 来 一 我想一下哦 二 三 好 应该可以这样 这样应该OK了 马下躲好了 马下躲还有点机会 好 撤退 索罗上 好 直接进化 好 我们完成我们的布局了 就这样子吧 好不好 就这样子吧 杀 好了 可以从头杀到尾了 好吧 我们从头杀到尾 对方应该没解了啦 我觉得应该没解了 应该 我只说应该 哦 这个超级超级 超级 复杂的 各位有看懂吗 超级复杂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你要做什么事情 好不好 你才有办法打 那扩充的话 你就看芒果的 看芒果的 一些解说 好不好 那你要拿什么 等一下你拿雪蜜 那爹爹都不能用哦 你知道吗 爹爹跟雪蜜 你都不能用哦 因为我已经有凑凑你了 他拿什么都没用啊 他拿什么都没用啊 好爹爹 一样不能用 我直接封你特性 你放下来也没用啊 你看绝地大反败 有没有看到 绝地大反败 那刚刚芒果有讲 这个有解说错 你们再多多包涵一下 这个是不是讲错 所以你看 他剩下一张手牌的时候 洗回去 那也没关系啊 反正对方 抽一张牌 也不一定抽得到 他需要的东西 你懂吗 所以我觉得 OK啦 可以用啦 那你应该没解啦 你还要打什么东西 对不对 没解啦 来吧 他怎么样神抽 也不会赢我啦 他不管抽什么东西 都不能赢啦 都不会赢啦 因为我手牌天狐了 我手牌天狐了 他要吸我手牌 我也不怕 因为我有 索罗亚克可以绿牌 好 GG 有没有 绝地大反败 哇 刚刚combo又表现到 这样也还不错啦 OK好 GG 210D杀掉 哇 打到剩一张 你看这个操作 哇靠 太恐怖了吧 重点是我天空居然还出不来 这太衰了 四张天空出不来 太夸张了 OK 那这副就是我们的 针对型的索罗亚克控制牌 加上有打点的 是有打点的索罗 辛苦 真的是辛苦啦 好吧 那我们大概就解说到这里啦 那我们扩充的话 你们如果想入坑的话 芒果也不介意啦 不过我觉得 你们应该会经历一段非常非常痛苦的时期 因为你完全不知道对面在打什么东西 那个芒果玩很久了 扩充已经很多都玩到烂掉了 所以我大概一看就知道说 你在打什么东西 像刚刚对方这个其实就是 一个针对型的 一个正常来讲 虎虎中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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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 我可能会做撤退的动作 那他就针对那些已经撤退完的 那些伤害 血量剩下一点点的宝可梦 用太阳一部的GX来做补刀的这个动作 那所以对方的这会儿 其实芒果是可以理解的啦 好不好 差不多这可以理解的啊 其实就是虎虎牌加太阳而已啊 其实就这样子而已啊 那加上有一点点针对 就有放毒枪 毒场地 有没有 毒场地 然后这些都算正常 正常配置 OK 好 那我们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好累哦 真的累 来吧 如果你们觉得芒果针尖打得还不错的话 给个赞 好不好 那下面留言 鼓励鼓励我 谢谢 拜拜 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 想知道更多PPCG 欢迎订阅频道 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 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业及IG 我们下次见